嗨,大家好,我是W,歡迎收看電影隨便聊 死星迎合帝國的終極超級武器 隨著電影俠盜1號上映這顆超殺的球體又回來了 但是你知道它的由來嗎? 這裡來幫大家整理關於死星你應該知道的秘密 趕快來看看吧 死星是一顆已經和帝國所建造移動式戰鬥用途的巨型太空戰 也是可以容納大小船艦支援的航空母艦 其主砲的威力可以摧毀一整顆星球 然而死星其實是有一種從族所設計出來的基歐諾西斯人 他們是一種具有種心之度的昆蟲型態種族 個性殘暴,但是擅長於製造機器 他們是生活在一顆環境惡劣的岩石星球 基歐諾西斯星 這個地方就是發生基歐諾西斯戰役 並引發後來複製人戰爭的重要場景 第一代的死星一開始便是在基歐諾西斯的上空開始建造的 其實在一代死星之前還有另外一顆直徑為120公里的死星圓形 是一個結構完全陌落 拿來試驗摧毀星球能力的試驗機型 為了掩人耳目選擇在靠近黑洞群的附近來建造 雖然順利建造起來 但是後來因為躲避追查反而被吸進黑洞裡面 而較為大家所熟知的則是一代死星 以及尚未完成就被炸毀的二代死星 由於每個時代對於死星的大小描述不一 一般認為第一代的死星直徑在120到140公里之間 而第二代的死星的直徑則是超過160公里 但從數字來看大家可能比較沒有概念 如果拿第一代的死星來做比較 第一代的大小大概是月球直徑的1.25大小 從畫面這樣子的落差感覺起來死星似乎是小了一點 更別是說跟地球比大小了 但是如果拿台灣的大小來比較一代死星的直徑 大概就是台灣的寬度差不多 以一座純人工的產物來說 這樣子的大小已經算是相當的龐大了 更別提說上面還有各種威力強大的毀滅性武器 而作為一個龐大的軍事基地 死星上面有明確的分區來表示區域的功能 包括普通指揮軍事安全服務與技術分區 並可同那170萬的內40萬的機器人 在電影的故事裡 死星的設計圖最早是在二部曲複製人全面進攻裡面出現 由白普亭策動杜庫伯爵率領一部分的星系 包括基歐諾西斯在內發動獨立的抗爭 並命令杜庫將死星的設計圖由基歐諾西斯送到科羅生 當時銀河共和國的首都 就在複製人戰爭爆發之際 第一代死星則在基歐諾西斯的上空開始動工 後來銀河帝國建立之後 之前反叛的基歐諾西斯則被列為管制區域 死星就是在這樣子受到管制只有少數高階將官才知道的情況之下 偷偷地建造起來的 也就在這個時間威爾霍夫塔金接手了死星的建造工作 其高原有效率的領導之下獲得白普亭的賞勢 並被任命為銀河帝國的第一大新區長 死星上配備的武器除了殺傷力最大的死星主炮之外 還有15000座雷射炮 以及768座牽引雷射發射器 而死星的主炮是一種超級雷射發射器 由超無值反應器所驅動 並通過巨大的凱帛晶體來發射 其威力是足以毀滅整個地球的 在建造期間有一段時間 迎合帝國的補給路線時常遭到反抗軍的襲擊 為了避免死星計畫的曝光 帝國將死星搬移到斯卡里復興 也因為保密的理由 整個基歐諾西斯族群產遭帝國消滅 經過二部曲 複製人全面進攻的策劃 三部曲西斯大帝復仇時代的暗中建造 在《俠道1號》這部電影裡 死星則是開始要進入測試階段 班曼德森飾演的白袍帝國指揮官歐森·康尼克 擔任帝國軍事高級武器研究師師長 也負責死星計畫的維安工作 女主角秦的老爸 麥斯米克森所飾演的蓋倫二佐 是一名知名的科學家 而他最大的成就便是在於 研究凱帛晶體方面 以及如何協調操作晶體的光速發射 蓋倫的研究對於死星的主炮 有其關鍵的重要性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所以在故事一開始蓋倫才會被帶走的 斯卡里夫身為最靠近即將完工的死星的一顆星球 贏了帝國將此地當作死星的重要樞紐 負責物資的運輸與補給 可說是死星運作的重要關鍵之一 在這部電影裡面也將成為重要的場景 在這裡任務行動將會是 揭發帝國建造死星的真相 盜取死星的設計圖 並查出死星的弱點 但是預估不會有炸毀死星的劇情 而是要等到四部曲 曙光乍現時才會炸毀第一顆死星 而塔金也是在那個時候才會掛點的 隨著第一代死星在四部曲中被炸毀 如同張人般的帝國馬上又建造出第二代的死星 但這顆來不及完成的死星在六部曲 絕地大反攻時也被反抗軍所摧毀 另外說明一下在七部曲原力覺醒中出現的超級武器 死星者基地與死星不同 它不是一顆人造星球 而是一個由冰層星球所改造而成的 不過其威力同樣可以炸毀一顆行星 這裡提供靈靈種種關於死星的介紹 其實只是一些皮毛而已 如果大家有興趣 網路上其實還有找到更多更詳細的資料 不過還是希望這些資料對於大家在觀看想到意料 或是其他星期大戰電影時可以有所幫助 以上就是我的介紹 如果覺得不錯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如果喜歡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問題也可以留言給我 就這樣囉 掰